你那天是打算求婚来着 风靡还和我说 你那天是打算求婚来着 你这个态度 是打算跟我过一辈子的吗 那我们分手吧 你 你说什么 我们 分手吧 好啊 还没做好啊 快了 要不你去歇会儿 我去 你有水吗 有啊 那儿呢 嗯 我去 一文 你干吗呢 密码应该是我生日 你把手机给我 我们都快结婚了 我们都快结婚了 你留着这些证据也没什么用 对吧 你给我 袁一文 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和我结婚对不对 对 一文 咱们别闹了好不好 你不看我的面子 你想想我们肚里的孩子 你别在这儿给我装清纯了好吗 你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 在学校的时候 一定是巴结学生会主席的那个人 工作了一定是睡老板的这个人 袁一文 你别太过分了 我刚才我还在想 我一定要做你最后一个女人 我现在想想 你根本就不配 对 我不配 我为了你 我每天早晨六天就起来给你买咖啡 我为了你 忍受了那些不三不四不甘不净的女人 我为了你 我陪客户喝酒 喝到未出血 你呢 你干吗了 这不就是星期吗 我再告诉你 你知道 为什么我办公室里那么多太阳花吗 因为我是太阳 而你只是 其中的一朵 你 你不就想要密码吗 我告诉你 密码就是你的生日 你可以舍 但是我贝了分 你看 这不就是心机吗 还不是你教得好 等等 如果你还想在这个圈里混 就最好给我放聪明点 不然我一定让你活不下去 别耍什么花招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苏 苏惟轻衣 不不快 打电话叫救护车 应兮 你 你的硬盘修好了 但是 老板说 硬盘里的数据没有完全恢复 没关系 只要能读取我就很开心了 谢谢你 这不是林怡吗 她怎么会在这儿 我 家衡 今天身体怎么样 没事的话 我们今天可以出院了 恭喜 出院快乐 谢谢 于笑笑呢 怎么没看到她啊 她 先回去了 你们俩 没事吧 没事 对了 我刚过来的时候好像看见 林怡了 她好像刚做完手术的样子 身体有些虚弱 林怡 我去看看她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 我跟她有些事情要聊 你在楼下等我吧 我很快的 帮我拿一下 谢谢 我埋的时间胶囊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到时候我们三个一起去挖 你们一定想不到我埋在哪里了 时间胶囊 时间胶囊 事情就是这样 需不需要 我帮你报警 还是算了 她知道我住在哪儿 老家在哪儿 父母在哪儿 我也不敢拿她怎么样 况且 我也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我恨 我好恨她 你说袁一文已经开始 向海外转移资产了 对 你知道我姐 也是想要撤回 对瑞克公司的投资 这件事情 我也听说了 接个电话 喂 喂 是的 我发你的那几张照片 那个房子是你的吧 我想马上租下 租金好谈 但是我务必把它租下来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准备两番合同吧 谢谢 再见 租房子 酒 我愿意 我愿变成 一颗心 是魔法 照亮你的心 你的眼睛 有多远的距离 穿过人的 别停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这怎么可能 对了 你怎么在医院里啊 最近身体不太好 检查一下 结果怎么样 死不了 如果袁一文真的是你讲的那样 我知道一个人可以帮助你 而且他还需要你的帮助 真的 我发誓 我一定要让袁一文付出代价 说吧 有什么好事 别卖关子了 你之前看好的那家工作室的房东 我最近一直在帮你联系 他说之前租的那个租户 突然不租了 不许房子就空出来了 真的吗 太好了 可是 租金还是有点太贵了 我毕竟刚创业 租这么贵的房子 不合理 这个你也不必担心了 房东还说了 你按照之前的预期付给他就行了 谢谢你啊 师兄 你是不是中间还垫钱了 多少钱我转给你 没有 真没有 你别跟我客气了 要不这样 你考虑一下 让我做你前妻的创业合伙人 等夏天工作室开起来之后 分我点工分 看到你明码标价 我也就放心了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 守护海底的蜂蜜 It's my dream It's magic 照亮你的心 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 穿过人海 别停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你是不是翻了我的东西 你为什么会有星星的吉他 那把吉他 你不是已经拿走了吗 那把吉他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你看 这不就是我的饰品吗 是啊 这是星星创作的歌曲 原来这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旋律 就是夏远星创作的曲子 就是夏远星创作的曲子 难怪我对这里的一切 对笑笑 对陈锋铭 都感觉如此亲切 是有点像 巧合吧 巧合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巧合 你必须跟我解释清楚 我真的很累 我已经跟于笑笑解释过一次了 不想再说了 你有什么问题 你去问他 你别走 不是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事 我很好 是你自己有事情吗 什么 对了 我才知道 夏远星出事的那天 你去赛车了 对吧 还有 咱们 是 加了红枣的姜汤 你多喝一点 对身体好 谢谢啊 最近你就先住在我们家的酒店里吧 免得袁一文又对你下手了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他居然是这种人 简直是禽兽不如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的 谢谢你 但是想要搬到袁一文 光凭我现在手里的证据 还远远不够 没事 我们再慢慢收集 我想到一件事 瑞克公司目前主推的南法设计品牌 Jack Moose 说是要入主国内市场 但其实还没有在国内注册商标 而袁一文为了让刘总 尽快地投资和加盟 便谎称 瑞克已经拿到了这个品牌的独家带领 这个刘总是谁 他和袁一文是什么关系 刘总之前一直想要投资 是瑞克的下部项目 袁一文就是那个时候搭上了这个金主 那你认识他吗 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嗯 我特意添加了他的威信 很好 你看看 有没有办法找到 刘总和袁一文之间的 资金往来的证据 我觉得对我们有用 嗯 以后你有任何的困难 随时可以来告诉我 我会支持你的 谢谢你 不客气 我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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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什么事吗 就是想问问您 确定要现在撤资吗 难道不确定吗 我对这个项目呢 还是很有信心的 它能给瑞克带来 更多的利润 您也是生意人 所以您确定 现在就撤资吗 远总 你也说了我是生意人 生意人最注重的 就是利益 您刚刚说了那么多 我实在是没有听到 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如果不想我撤资 首先 我要看到南法这个品牌 独家代理人的合同 其次 我要知道这个项目 到底能给瑞克 带来多少利润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 袁总 你就可以准备股权转让了 否则的话 我只能召开股东大会了 其实还是有一个办法 如果想要瑞克得到更多的信息流 就必须又再注入一笔资金 但是呢 现在瑞克不能贷款 所以如果您能出面 帮瑞克贷一笔款的话 我相信对瑞克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袁总 不好意思啊 爱莫能助 我们俩认识这么久了 说实话 该帮的我都已经帮了 有些路呢 需要自己走 那好吧 你再宽限我一段时间 我再想想办法 林仪 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很感谢您 洛总 要不是您 我现在住在家里 确实太危险了 没事 不用客气 对于你的遭遇 我很理解的 再说了 对我们酒店来说 也不差这间房 家衡 你终于愿意回家住了 在老宅 我也住得不习惯 而且 没什么 可以住在自己家里的酒店 会比较舒服些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真的没什么 我可以自己处理的 我接个电话 来 喂 于先生 今天 今天不行 我还有事呢 明天 明天我有一天的会议 这样吧 明天晚上八点 我把东西放在前台 你有空来取一下好吗 明晚八点 你 你的体力也不行了 今天怎么有心情 陪我跑步啊 映西呢 我 自从她把硬盘给我之后 我们俩就没怎么联系了 那我矛盾了 没有 我只是想等星星的事情 结束之后 再去找她 硬盘里说的时间胶囊 星星有跟你说过吗 没有 那陆家衡呢 那个吉他又是怎么回事 我问他他也不跟我说 我们分手了 吉他 他说是在墓地偷拿的 曲子 是路过海边 碰巧听到的 不是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可能他烦了吧 随便扯个谎 他把吉他还你了 嗯 这次 你们就真的分手了 他都从我这儿搬出去了 他能搬去哪儿 他可能 找她姐去了吧 应该吧 我工作室刚注册完 一切还没稳定下来 先把工作的事情弄好吧 先把工作的事情弄好吧 他要以我的名义去贷款 为瑞克的新项目 吸引更多的投资 是这样吗 的确 原总铁了心 要投这个项目 无论我说什么 他都不会相信 你看一下 这是瑞克的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率 是百分之四十 是 一般来说 银行贷款的资产负债率 不高于百分之七十就可以啊 对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 只有一种可能 这份财务报表 是假的 这个造假 那可是要坐牢的 我想起来了 我之前在沈月南的电脑上 发现了一些财务的文件 当时我就觉得有问题 如果他们真的敢在这个上面 动手脚 那我们就可以等着瑞克 破产清算了 看来我们已经接近成功了 走 我们进去查一下账户的情况 宣认一下 好